他們不能進來 這個範圍是酒店的區域 所以他們是不能進來的 他會講台語嗎 中文都很厲害 實在他們也是蠻辛苦的就是 每天就會到飯店這邊來等觀光客 不過東西都很便宜的 小的包包呢是五個一百 大的包包呢就三個一百 但他們呢就是還蠻粗糙的就是了 很容易就是被勾 他那個是編織包 很容易就是編的很稀疏啊 很容易勾傷 他還要離開在夏榮灣 住兩個晚上的飯店了 今天要往河內首都去 因為剩下一個晚上河內住一晚 就要返台了 朋友們從夏榮灣呢到河內 大概要有三四個小時的車程 因為包括休息啊什麼的 這裡就是中間一個很大的休息站 那我們早上呢八點半就從飯店出發 然後到這個休息站休息 然後待會還有一個休息站 也是要休息一下 那這裡面呢還蠻多 那個伴手禮可以買的 價錢也不貴 我們就買了榴槤餅乾 我們看我們的這個司機帥哥在抽水煙 這樣幹嘛 抽水煙啊 在舒服啊 哎呀好笑咧 哈哈哈哈 在市場我有看到人家在抽 在賣那個水煙的煙筒 對呀 嗯 哈哈哈哈 好漂亮 我們這個司機好像蠻年輕的 我們看看這個越南的房子呢 他們的門面都非常的小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民宅啊 他們的稅金呢 是靠門面 在繳稅的 你們面越寬的話 稅金就越重 所以在早期他們的建築呢 門面都是很窄 因為這邊是後期建的 有稍微寬一點 早期的建築呢 門面都是很窄 然後蓋的很深 我們進去看一下這個 這一棟黃色的建築呢 就是我們剛剛吃飯的餐廳 它是1946年到現在 這邊就可以看到他們傳統的房子了 看這個門面多窄 這個門面那麼小 沒有我是說 他們的門面很窄 然後蓋得很深很高 就是跟他們的人一樣 這一坨呢是電線 稍微點就摸到了 他們的四隆也沒有很好就是了 所以還是有待改進 前面這一棟細細高高的房子 它就是門面很窄 然後蓋得很深 然後因為他們就是以門面的寬度 來繳稅 所以早期的房子 或者是後期蓋的也都是比較小 比較窄 然後比較深 比較高 就每個地方他們的稅法不一樣 所以他們也會想 能審則審 規避一下一些稅金 那個電線真的是影響四隆 他們也生活的很習慣 就在自己的大門口前面 這是一個很小的雜貨店賣酒跟飲料的 用血壁去調酒就對了 我想看看福特家長什麼樣子 不開玩笑 你還需要你 要找你 要找你 你要怎麼過要 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 有十萬買一堆 不買幾堆 要幾罐 一罐而已 好了 九萬 還有一萬 他們的雪壁很大一坪 八萬 一萬還有一萬 真的也要數一下 看不習慣 他的福特加長這樣子 我看看給他拍一下 很好喝是嗎 看你們每天都有喝這個 不是我說這個福特加台灣有賣嗎 應該有 這個我們只是他們的越南市 我們都會有試試的 9萬 在那個洞那裡 好貴喔 價錢差好多 這邊買9萬 然後在景區買22萬 價差好大 對啊 這個價差好大 景區買東西都是 就是會被 被坑殺 反正是觀光客 他們這裡的汽機車是不讓人的 腳踏車也很快 這家餐廳有個服務生就是帶我們客人過馬路 這邊的機車腳踏車真的是都不讓人的 這一家是 開始於1946年開業的餐廳 應該就是在法國殖民時期 就有了這一棟建築呢 也算是在越南的古建築啦 這邊是環建築 環建築旁邊這一條 就是越南很有名的36古街 那這邊呢 就是搭乘這種 腳踏的人力車 可以逛這個古街 但是呢 現在可能是這種人力車 就大部分都改成電瓶車 以前呢 這個是 人力車呢 是整條街都有人力車 可是現在可能是 人力車的人呢 也落寞了 年紀也大了 所以變少了 所以因此現在來 越南 由36古街呢 都是搭這種的電瓶車 但是這種就很沒有FU啦 出發 36古街這邊的交通非常的亂 對啊這個開很快啊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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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啊 就這樣子啊 好這個 人力車 這個 一台可以坐兩個人 你開車好不好 對啊 可以講價錢啊 沒有跟領隊講價錢 你把人家講得特地吧 哈哈 現在都導遊都帶來做這種電瓶車 他們 回扣可以拿的比較多 哈哈 一台車可以坐比較多人 他算人頭算的 不是算車子 對啊 他算人頭 他如果算車子就還好 旁邊就是環境湖啊 開這種車子進來就是會堵車啦 如果是以前我們那種人力車的話 就比較不會塞 也比較刺激 因為人是坐在前面 還是坐人力車 比較有感覺有古街的那種 古樸的感覺 那街道都很小 哈哈哈哈 剛好睡午覺 哈哈哈哈 剛好睡午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們覺得 他們覺得搭這個很無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それ就像尾聲